周玉寇 呛新闻 好 我们继续来到节目现场 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八点到九点 周玉寇 呛新闻 我们今天很辣的题目就是 郭信良议长所引起的一片风暴波涛 好像才刚开始 郭议长现在在现场了 议长早 早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还以为你脸上都是豆花呢 我看那个 你当选议长之后 你说你要 你好像讲讲说什么老东家新朋友 新朋友不如老东家之后 那个就传出来说不是 这是不是真的 我先问你啊 因为你去这个推销什么大陆农产品 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有碰到蔡世英 没有 那为什么说蔡世英跟你说 你如果要回民进党去找左农台谈呢 这个新闻你没看到 这个新闻有看到 但是我们要推销农产品 不是不是这个场合 是另外一个场合 没有没有 我都没有接到 好啦 那你到底有没有说 你想要回民进党呢 我没有讲说这个话 那你是讲什么话 你还没讲 就已经被骂得半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是因为 新的总裁 我们脸书有直播啦 郭信良议长的这个脸上 其实很干净的 没有多话 那个林依静在几天前打电话给我说 他党团要交接是不是可以叫我去一下 因为你已经就任议长嘛 对不对 那我跟他说那个不适合吧 他说那惯例都是议长在尖交嘛 那我说他说有什么方式解套了 那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讲找民进党最支撑的嘛 那支撑的议员就是陈秋平议员他七届的嘛 那由他来做支撑的尖交也可以啦 那我就不然的话你就找第二个尖交 因为他是第三届市议员的第一次的总招嘛 所以并没有谁交给谁这个问题 那他说他也希望我过去 那对一下麦克风 他说我尽量 我尽量如果时间可以 那我就过去 那刚好那一天呢 我是有时间那我就过去了 当时也很多人在那边嘛 所以那是个民进党团尖交的 尖交的意思 这个总招这个 对对对 尖交的场合 交接啦 但是应该也没有交接 但是他就是说 所以先是说是林怡景 就民进党团的总招 那这个请你来现场 好 你们两个还有通电话 哎呦呦呦 他事先邀我的来 OK好 然后 他开始讲说 我们有这个都有看嘛 那个林怡景也说 他在党内呢 要团结一致 对外寻求合作 包括他党的人士 来增加民进党的实力啊 民进党现在剩下21个嘛 那加上台联啊 加上古文化就有23 那希望能够对外寻求合作 那等到我讲话的时候 他在想说 既然你要讲 要邀请国民党啊 或者他党人士加入 整个党团的行列嘛 那你要找新朋友 我不如找老祖姑嘛 嗯 周一金啊 还有陈医正啊 多多我们都是 就退出民进党的事业 你竟然找别人就找自己的老祖姑 这样也是一种犯事 你是吃人家豆腐还是 哦不不不不 你是真心 不是真心的 你快要去找人 你要去找人嘛 好 对啊 你快要去找人嘛 那你去释放讯息哦 啊没有 那我是在另外讲说 这个是我的 这个党团的地方 是我的去家族吧 嗯 但是有感而发啦 嗯 因为我要去家族 那我现在已经 退出民进党 嗯 那不要 将事情 看得那么的严重啊 啊 那你就解读是一个 力量的延伸 啊 力量的延伸 那我要做全民的议长 嗯 那我也很希望 能时常来这边 回来看看走走 就这么简单 当时 当时气氛也很好啊 那也新闻公开 这个 嗯 说是 嗯 蔡适应委员就说 啊 那你这样子画 他们 这个标题叫做 英系郭信良 想回民进党 蔡适应可以跟 嗯 这个聊聊啊 那 新闻就是这样讲的啦 是说 就是讲你讲的话嘛 那 人家蔡适应是 民进党发言人 他的立场对你 这个 这个拥抱 然后说 看你好像对党 还有点这个 呃 充满着热爱的情况之下 就掀起了 这个 一堆 这个 风云 结果后来新闻上说 林一锦也在骂你 邱莉莉 也在骂你 然后那个 谢龙介也在骂你 那到底今天早上 你的态度是怎样呢 啊 坦白讲哈 嗯 我对这个党是非常热爱的 我三 那你干嘛去害 去跟人家党分开的 我三 我三十年了 三十年 没有人比我更民进党 嗯 我的心是民进党 嗯 我这个党的付出 打拼 刘汉 嗯 付出的财力 我都心甘情愿了 啊 我早在 赵盖佑的时代 我就自己民进党 蔡介雄先生 赵盖佑上来 对 刘汉党分开 那我许天才 加入党来 二十五年嘛 二十四二十五 我都还比他早四五年加入 嗯 所以 老党员了 所以蔡世英这个发言人 讲这个话之后 你有看到新闻吗 你有跟他联系吗 没有 他也没有 跟你联系 没有 啊你都是媒体上 搞来搞去哦 没有 他是看到他是 因为 记者问他 在 应该记者是问他 但是应该 也是 也是知道我对这个党的热爱 对他 你现在 就是说 因为你对民进党 没有说是要决裂 因为你们在党纪 正在处分当中嘛 所以这个议长 请教你啊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台南市议会的议长 郭信良先生 那昨天 卓荣泰主席啊 嗯 我在节目访问他嘛 同样在这里的节目访问他 他说 嗯 这个 呃 辅惠和谐非常重要 嗯 他要尊重黄伟哲市长 嗯 然后 希望这个党 也要有党的这个规定嘛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要跟他聊天 他也愿意跟你聊天 啊 那你愿意 你要去跟卓主席聊天吗 啊 主席 如果要我去我是乐意去啊 和他聊聊天 这个是 他会想了解争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你现在跟黄伟哲市长的关系怎样 那到目前为止啦 从我当选 十月二十四当选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 嗯 他没有打过任何一次电话给我 到目前为止 嗯 全国里面 你如果看全国 冬孙真有议党 只有议党去拜会 只有市党去拜会议党 不然有议党去拜会市党 我 我冬孙打破纪录 第三天就清楚 去到台南市党去拜会 嗯 希望可以孙求党 啊 夫婚和爱 嗯 啊 替台南市民来做更大的 国力更建议 嗯 我呢 嗯 我自己生气 嗯 你主动去的 对 全国不然 我看你的照片 好像还蛮 嗯 这个交流良好嘛 事实上政治 不要那么的仇恨仇事 你觉得跟市长现在还是 还是有心结 没有 我没有心结 你没有心结 我有心结我干嘛要去啊 他没有找你 是他有心结 我不知道 这你要问他 你怕他 他找你 你不要插 要怎么 我不会他 我就自己去找他 你来看 啊你一定是 这个你是跟国民党去联手啊 要去 要去监督他 他他会怕 这没有啊 这 共同会 他那市政 打拼了 哪有怕什么 没有什么 新德政哪会怕什么 所以你说你不会故意背歌 黄伟格 市民都在看啊 市民都在看啊 也不会故意的为难他 哦 我要做全民的议长 我要寻求 哎 台南市民的福利 这是我所讲出来的 嗯 那可不可以重回整个 啊 为什么我要离开的 我现在想要知道 那你现在到底要不要回民进党吗 不是回民进党 你现在的程序是 送到党纪处分 对不对 所以你们先是台南市党部要整理吗 然后再送到党中央 然后中平会就要 就要这个 所以很多人说要开除你 林一锦啊 邱莉莉 有一天我跟那个 王定宇委员 私下我们录影的时候 我有问他 就是就是前天啊 那我问他说 哎 那这关于郭议长的事情 怎么看 因为他也是台南的 我问他说 当然要按照党纪处分 所以现在民进党人 多半都希望党纪处分你 就是那一 就是就是这些人 我遇到这些人 然后谢龙介说 你把民进党弄得像公共厕所 嗯 你怎么去 没有那么 对应谢龙介这句话 没有那么严重啊 事情讲清楚 明白了就好了 该来就来 该去就去 你想要什么意思 什么事情都是要面对啊 谢龙介为什么那么生气啊 谢龙介我认为他不是生气呢 他是有感的话讲出来 他他不我认为他不是生气的话呢 他是在侮辱那个民进党 公共厕所其实功能很大 讲得太严重了啦 那不是污辱的话 他是在骂民进党耶 他说如果民进党不拍开除你党纪 把你这个这个请回去的话 那就是公共厕所 大家可以随时来上 随时走 随时来上 他有点 他是骂民进党 那他不是骂你 那当然有你的朋友啦 这个也说 这样证明你跟国民党没有私下交易 当时怎么回事 那 那在我的认为 我没有 我没有违反党纪啊 我哪有违反党纪 我哪有违反党纪 党提名了 邱莉莉跟郭清华呀 这一组人选啊 那党提名他吗 我不认为党有提名他 不是宗族会通过吗 宗族会通过 当然要讲原因那里有啊 前面的原因 我是没有讲清楚的 我讲清楚的 个人的认知不同啊 好 等一下我们下半段请您来讲啊 这个郭信良议长 因为中间里面有牵涉派系 我要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你这一次是不是跟国民党 国民党是不是借着你的手 去杀掉赖清德的势力 给赖清德好看 因为赖清德跟你是宿敌 哪有宿敌 你们俩不是不好吗 哪有不好 不好 所以他自己讲 我看他会不好吗 七年之中 从他的担任市场之中 我有删过他任何一笔的预算吗 嗯 我有对他的政治政策提出批评 或者是认为他不妥吗 嗯 没有啊 嗯 那我和他为什么不合 嗯 哪有不合 那那那那感觉上都不好啊 他自己讲的 我没有 谢龙介到电视台上讲的好高兴哦 说这个把这个赖清德的势力 扫除台南啊 对啊 你就是他利用的工具 就是说 你 你们 你利用 我请教您啊 嗯 这个你们党内的 很多人就觉得这是轻者痛 仇者快 你利用国民党的势力 来这个 进行你内部的民进党的派系斗争 而把一个这个赖清德跟你的夙愿 也做一次这个公报私从 不要讲的那么严重 嗯 民意代表从政以来 只要对得起人民 对得起自己 那就好了 嗯 那如果讲心路历程 等一下你要讲 那我就讲我的心路历程给你听 但是没有像外界所讲的那么样子 所以你们没有把赖清德势力扫除 没有啦 这不是你们新潮流跟英系跟郑国会的战争 哎呦 在我要做议员的进行 我就可以跟所有的宣民说 嗯 做议员和做议员和做事业都好 没什么好调拔的 嗯 有起来的资子落下来的一天啊 嗯 对啦 不然我想你 你想你说你今天做议员和做事 你也想你落下的资子是变的 嗯 所以要有这种感染的心 所以没有什么 嗯 对啦 啊 你现在是什么派系的啊 哦 我是郑国会的 你根本就快被开除 当机来 哈哈哈哈 如果 好 你说你是郑国会 我请问你 这件事情林嘉隆跟刘希坤他们怎么看 你事前有跟他们讨论过吗 都没有 没有 你要争取议长这件事 都没有 都没有 都不知道 哦 所以不是他们跟你预谋一起要 哦 没有没有 要跟那个新要毁灭新潮流在台南的势力 哦 不可能 他 他 他 医生的 北斗 跟他的 主婢心 不可能有这个事情发生啊 嗯 他就知道 游院长 那是一位做出毕业人 哦 我知道 啊事后呢 游院长跟林嘉隆跟你说啥 林嘉隆没有和我讲过电话啦 啊 游院长有 他说啥 我有打一通电话给游院长 我离开了 啊游院长说啥 游院长说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啦 但是我只提醒你一件事 嗯 你未来的话你要有台湾心啊 嗯 台湾情 嗯 你要永远为此外 台湾的土地 他没有叫你要赶快 要留到民进党 哦没有没有 他只有讲过 要我台湾心 我们等一下要了解内幕 到底这一场选举 有什么不公不平 不义之处 周玉寇 呛新闻 好我是周玉寇 欢迎你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是呛新闻 是哇新闻 是辣新闻 是追求这个内幕的密新的新闻 今天的台南市议会议长 郭信良议长 他在现场 这个台南这一战呢 这个本来好 这个大家认为呢 就是党中央跟黄伟哲市长 他们所支持的 邱莉莉跟郭清华 这一组终子会通过了这个提名 然后要选 然后要这个参选 那因为民进党只要再拉一两席 就这个当选嘛 那没想到被郭信良 这个前任的副议长 来了一个选举前夜大屠杀 结果翻盘 那现在郭信良议长在现场 郭议长请教您 到底有什么委屈 我先问你啊 因为在选前我曾经访问过 在议长选举之前 我访问过郭国文 这个前任的副 就是老委会的次长 因为他想 他要选那个台南市立委 他说这个 黄伟哲支持邱莉莉这一组 郭清华 后来第三天 我访问了陈廷辈委员 陈廷辈委员就说 这个中间总召啊 什么过程有不公平 那这个他有提到 他说其实主席在 11月24号之前 就已经有跟郭议长见面 而且主席还跟郭议长说 将来的议会 如果要这个府会和谐 希望议长多帮 这个就是副议长 你多帮黄伟哲的吗 请问那一天这件事情 到底是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黄伟哲市长跟其他的人 都认为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连我们的总统打电话给黄伟哲 黄伟哲都叫他不要查这件事 什么跟什么 真的吗 这个讲出来 有时候很心痛 那你是几月几号去选总统的 那早在 总共两次还是三次 11月24号之前 之前 所以他们希望你能够支持黄伟哲 对不对 这个市长选举 对对对对 政国会希望能够支持黄伟哲 对对对 他已经黄伟哲已经出现代表明 一定要参选了 对因为你们在选前有一些 互相有一些这个 非常大的纠纷 这个争断 活热 好 那你是几号 11月24号之前 第一次是在 当时的日期 我是忘记 但是在8月23号以前 以前是去官邸的时候 那时候总统还有 胡耀福也在 胡耀福也在 陈铭文也在 也在 好 还有谁 那上次有鼓励我说 那就 未来 就台湾市议会 毕竟你也 政治伦理也应该轮到你的了 那和谐方面也比较适当 那未来你就多多辅助 黄伟哲市长 这是主席说的哦 主席说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当主席 他属于你做议长的意思 那需要鼓励我 鼓励你去参选议长 对 那到8月23号 8月23因为是水灾 水灾他要去南部 看灾的时候 我有遇到他 我说主席 我有些事情像这样报告 好 那下个礼拜三 中常会我叫我过去一下 那我就过去了 当时说也有 几位重要的认识 包括菊姐也在 你到中央党部 对中央党部 菊姐也在 那菊姐呢 那当时的主席 就希望说 他那是因为比较乱嘛 是不是会比照 那个嘉义市 赶快将这个局势 稳定下来 政府议长给他 宇春军下来 那他的方向 非常的明白了 当时也有传说 林医景要选议长嘛 那总统也讲到 那林医景因为 基于轮影 就让他当副议长好了 这有这样子 总统也这样说 有这样说 所以洪耀福命书长跟选队会 召集人 陈明文啊 菊姐都在 都在 那菊姐说 那既然要 台南市要定这个局 那高雄也希望能够定个局 这样子了 那当时候呢 就往这方面去努力嘛 那结果呢 结果 你们会被人家骂 那个还没选举 就在那边写上 议长副议长 至少 不在那边 至少 不尊重党团的自主 党团的自主 如果以整个的伦理啦 伦理的情形 他是以整个的政治伦理 和整个的过程 做个希望 他的 有这个局 具与党的和解 但是 这不算是支持 黄伟哲的交易吧 不是 交换条件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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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说 基于政党的伦理 也应该认得我了 你是 我做三个副议长啊 对啊 你第一次 我第一次 我委屁这种 打钢山 中国有第一式的副议长 是我打下来的 OK 好 啊 政党的伦理 也应该伦理啦 我是说 你的意思是说 蔡主席有亲自跟你讲说 郭副议长 你下一届 你选议长 他鼓励我 他鼓励你 他鼓励你 他有没有去鼓励别人呢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好 所以 他鼓励你 你就认为 啊 那你在选前 有跟黄伟哲之间啊 或是怎样 有谈过这些事吗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 嗯 就是 对方的派系 就是说 黄伟哲市长 跟支持黄伟哲的派系 新潮流派系 认为 这件事情应该是党团自主嘛 嗯 所以 他们在选后 希望总统不要插手 是有这种的情况 是这啊 黄伟哲跟那个主席呛声 有没有 他自己心里清楚明白了 嗯 嗯 嗯 然后 然后你说你的委屈是什么 你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前提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努力的让 台南市的黄伟哲当选 那黄伟哲当选的选票 其实很危险啊 对 就38%嘛 对不对 那 当选之后 那 你有再跟主席跟 洪耀福秘书长 或是陈明文 召集人在联系吗 这个讲起来 因为 可能啊 啊 11月 10月24号 全国败选了以后嘛 嗯 25号 总统 据说 总统府 有要求 包括院长啊 包括他们的检讨 整个败选的情形嘛 嗯 那 当时也有提到这个问题啊 因为你们只剩台南 可以选上议长啊 对 还有嘉义啦 那总统希望 也有给院长啊 嗯 做个 呃 建议 希望 呃 由我来 呃 选议长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 蔡主席有直接跟赖清德院长说 嗯 请郭信仰 呃 呃 副议长 来参选 来做下任的议长 我相信 总统 应该 有这样子讲 那 据传说出来的时候 那院长当时有答应吗 没有答应 他叫总统不要插这一局 是院长叫他不要插这一局 对 啊那总统 那总统据说啦 哦 又跟他说 那如果 你要不要管这一局 那也希望院长不要管这一局啦 呦 这讲得好精彩啊 但是院长呃没有答应 也没有说不要 对 然后 接下来就是邱莉莉跟郭清华这一组 这个怎么产生的 我是不知道 因为他们拿开会 我是没有去嘛 嗯 那结果就产生了这样的嘛 议长你讲的这些话都要经得起 真相检验 对不对 对 我问你啊 你的意思是说 后来就变成 因为邱莉莉跟郭清华这一组 就是赖清德插手 这个所 呃 形成的一组 议长跟副议长人选 这个我是没有 那后来院长到底有没有插手吗 有没有 他自己清楚啦 每个礼拜都有回去 你说赖清德院长啊 他选后的那么的忙 百忙之中 那个选前选后了以后 全国的一些政务啦 问题那么的多 要做的时候又来费这一局 真的他是很辛苦啦 院长真的很辛苦 我会讲话 所以你的意思其实是 就是赖清德在后面操盘啊 哦 这个我是没有这样子讲啊 但是他是很辛苦啦 为了这一局的付出 当然很辛苦 好 好 你当议长的口才真好啊 议长 所以 然后你就火大了 你就反攻 结合国民党跟五党籍势力 反攻 把这个赖清德的势力 这个驱逐于台南市议会 可以这样说吗 我可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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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胜利啦 这是不是你跟赖清德的斗争的胜利 不是 但到底是什么啦 一个民意代表 我现在第六次了嘛 是啊 二十几档了 是啊 二十几档了 我为议员开始的付出 我在那个参计区里面 都是第一官员 每一个议员都有付出啊 你本来选举都很辛苦的啊 啊 选举付出里面 我是说 一 民意啦 是啊 在这个参计区里面 我都连参六次都第一官员 而且都是悬殊比赎 嗯 不是用嘴唐的呢 是用老官老在拼来的 他们就对你有些批评啊 你上次选举的时候 给李全教什么狗狗地啊 哦 我都没有 没有 李全教 李全教我是提示鬼 我跟你说 李全教要选一张 赖美惠要选一张 那李全教的副一张是谁 嗯 没有副一张啊 我没有对手 啊我记得 被李全教让给你啊 哦 我没有对手 我何来 有和李全教交易 这个 土同人都知道啊 这招啊 没有啊 绝对没有 他为什么 替死鬼 为什么 那你替谁死 嗯 谁是操这一盘 谁操这一盘 致死整个的败血下来 你说上一次 对上一次 谁操办 哦 那谁上把这个报纸都可以看 哦 到底都可以看 我不知道 你讲什么 啊 我 我是替死鬼 嗯 我没有对手 啊没有对手 要哪有人 要什么交易 人家是说我算账 危机 危险 我才像某一个人 欺账 都没有啊 我都没有对手 我何必看人家交易 所以你说跟你无关啊 上次李全教事件 本来就无关嘛 那你跟赖清德以后都没有讲话 有啦 有事要就是比较少啦 那现在这一次的战争就被认为 正国会打败新潮流 而且还挫败了赖清德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整个党会因为派系的问题越来越分裂 那你已经害民进党连议长都没有啦 我怎么害他 那如果讲这个话 民进党提名我 整个可以从政务议长老弟议会 是怎么不这样做 是我害他吗 人家有账投票呢 账投票 我认为那个账投票是不符合程序的呢 真的啊 人家会 我都作为我要来讲 你就就是说我等来讲啊 你的意思是说你给党中央 如果中平会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申诉 不必申诉 这个都有文件 好我们进广告等一下给你 因为他今天带了很多文件 郭信良议长的意思是说 当时的提名就是不公正的 所以你不得已要被迫出走 然后拿下来跟国民党五党集合作 拿下台南市议会议长 但是你的心还是在绿营 2020总统的时候 你支持哪一个党的 你支持谁啦 我支持一个爱人民的总统 你不是支持民进党候选人啊 爱人民的总统 那总统候选人一定爱人民啊 至少要有维护国家主权 好那你支持蔡英文连任吗 我乐观其成啊 你只有乐观其成而已 因为他至少在台湾主权这个地方 不承认九二共识 这是我支持的对象 你觉得你的这些所有动作都是要打击赖心得 不让他选2020跟新潮流对战 互拼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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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这样否认新潮流也不会相信啊 他不要相信他这事情啊 做得为准啊 做抗议是以看的为准 不是用共的为准啊 你觉得赖金德会选2020总统吗 那我不以置评 他是他个人的想法 你判断他会不会 我没有办法 但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人 不要这样子嘛 他一长那么多年 你能够了解他 如果他选你会怎样 他选啊 他选如果对这个人民有利 初选啊 总统初选 如果对这个人民有利 有对这个台湾主权 站得住脚 那我是乐观其成啊 好 OK 你跟赖金德长期的这个这几年来的这种战争 现在你好像是战上风 我好像没有战争 哪来战争 人家都说你们没有战争 那是说的事实上是没有 我那哪有战争 我一路走来 好了 你们民进党派系毁掉了民进党在台南市议会的议长 派系之争 对不对 将来你们派系之争会毁掉这个国家的这个执政权 也不一定啊 你也会是战犯之一耶 我哪会是战犯 你也是质疑 为什么我会是战犯 那你到底要不要又申请回民进党吗 对啊 我想不清楚我的战犯在哪里 人家觉得那你就跑去跟国民党合作啊 那今天为什么党如果提名我可以将这个政府长 稳住他为什么不要提名我啊 全台的全台的市民都知道 只要提名我 就可以将政府长留在民进党 为什么不要 你那时候跟他们谈过吗 大家都知道 全部都知道 你有跟韦哲谈过吗 跟 他不跟我谈啊 他不跟我说到目前没有用给我给我啊 那个时候你如果做议长 然后副议长让新潮流做你也愿意吗 我有和林医景讲过啊 林医景是总招了嘛 我和林医景 你在你的新潮流在台湾时也至少六席啊 嗯 那你和我合作你坐在这边就可以当副议长啊 说不定是你做副议长他们做议长可以吗 因为我始至做要当议长我没有那种想法 OK好哈 好这个就是过程啦 我们都是旁观者哈 嗯 我我我等一下要请这个郭新良议长来讲清楚你的冤枉是什么 你就是那个那个提名你认为是不合程序的 然后嗯 民进党中央新任党主席面对这个状况 而且这么破败的 这个溃败之后的一个证据 到底要怎么发展 他刚才这个郭新良议长说他是正国会的 哈哈哈哈 来立刻回来 周遇寇 呛经文 好台湾市议会的这个议长的选举被认为是 嗯 郑国会派系打败的新潮流派系 赖清德这个院长的势力被驱逐于台湾市议会 这是国民党人说的呢 那结果郭新良议长的传出好像他的心还在劳东家的时候 然后谢龙健骂过民进党是公共厕所 嗯这个嗯 那刚才郭新良议长说 嗯他去拜会了黄伟哲市长 黄伟哲市长都还没有回你电话 没有跟你沟通 但是你不会背格 不会啊 为难这个黄伟哲市长 意思是这样 啊你啊 屠杀了人家的提名的人之后 那个时候其实主席已经辞掉 他的党主席位置了 所以蔡总统有跟你有任何联系吗 嗯选后了是不是 对啊 选后他有跟我通过一次电话 我讲的选后是11月24号还是12月24号 11月24号以后 24号以后 对 那是拜选之后那议长选举呢 议长选举以后到目前没有 没有 那好 11月24号以后到12月 投票中间他跟你 他跟你说 他跟你说什么 我打电话给他 你打电话给他 对 打电话给他 他有说总统当时候你鼓励我选议长 但是我要选议长的过程中间里面 我面对了一个市长 面对了一个行政院长 还要面对一个整个的派系 那我自己一个人我无力招架 那我心很痛 总统 我是你的人了 你鼓励了我 那这样你的心不会难过吗 那总统给我讲说 叫我要忍耐 他现在比较 类似 心有余力不足 那我说你是总统 你应该强起来 你应该硬起来 那我是你的人了 总统 我可能会离开了 你不跟总统说啊 我可能会离开 总统说不可以 你不可以离开 我说我为什么不可以离开 我56岁了 还年轻 我50的花啊 头上都背啊 我还有将来嘛 还有将来嘛 那总统说 那是不是还有转弯的空间呢 那我给总统 那我现在很乱了 那你如果是想出更好的方法 那我会等待 那等待 然后 那结果就这样了 那结果 中间洪耀福有跟你联系过吗 或是陈明文 没有 都没有 陈菊 那也没有 那有透过立法院院长 还有悠昌 有打电话说 是不是有转弯的空间 透过陈廷伟 那陈廷伟的转述了 那说譬如说 那25席还要党外人士才可以吗 那是不是民进党25席 那如果在党外的谁联署的推荐的越多 那就提名他为议长候选人 那这一点的提议 我是有认同 因为新北台北都是这样嘛 你不过半 你就是要外面的人士多几票 对吧 提名 我们只剩三分钟了 你带了一堆文件来说 中间这个过程就是 你认为有人想要转还 结果 结果我给他讲说 我没有意见 但是整个要团结一致 有这个共识才可以 但是他去绝合的就是没有共识 就是不接受这个的理论 那你觉得关键人物是谁吗 那大家都知道 就不比我在说 你讲的是 你认为还是赖清德院长 我没有认为 是大家的事实 大家认为是赖清德院 是大家去认定事实是谁 那中间限止剩两分钟 你的委屈是什么 你会跟党中央申诉是吗 那我敢简单的说一下 这边有一张 这一张有这个 有一张文 你对着镜头 有这张文 写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白 也就是那12月13号 12月13号所要提名的 政府议长人选 中央是 党中央是 不认为了 党中央不认为 你说中职会啊 中央 12月11号 有写的这张文 这个怎样 这个 那边你练一下 是 贵党团针对推举 政府议长人选方式 紧速召开会议 确定并致 迟于12月18号前 决定政府议长支持人选 韩豹正好党部 再重新召开党团会议 讨论政府议长选举方式 与人选权原刑决议于12月13号 进行假投票案 英属无效 12月13号是英属无效 明明清清楚楚 白白写的 12月13号 选的政务长是无效 中央德文 那他是根据 12月13号 所产生的政务议长 你说有没有效 所以我认为他是无效的 既然没有政务议长人选 我哪有跑票 我哪有违反党纪 没有这个有争议 你先解释这一张嘛 好 所以你要用这一张去申诉 不是申诉 算不算 你当时跟国民党的合作 是不是条件 就是你退出民进党 对 所以那你 那你还是要退出民进党 被开除党籍 要不然你也 退出民进党 开除党籍是不一样 OK好 所以你还是希望回到民进党吗 节目要结束了 静观其变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